肉是人类最早学会烹饪的食物 人类食肉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四十万年前 陕西 因为地质气候的多元性 也拥有截然不同的肉食文化 镇平县是陕西地理位置上最难的区域 这里东街湖北南皮重庆 也是中国版图的自然国心 每年十一月初 大巴山深处已经提早有了年味 今天是个好日子 镇平县联合村的许多人家 都在今天杀年中 一二三啊 我把他卡了一口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放开 放开 杀年珠 对于闪南人家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情 在过去要上香尽神 如今许多人摒弃了这些繁琐的习俗 但是热闹的场面被延续下来 每到这一天 街坊邻里 不约儿童前来帮忙 少得三五人 多得七八个 这其中杀猪将是团队的绝对核心 一切步骤都要听他指挥 其实 杀猪将并非专权 他们给亲戚囊友帮忙 多半不收费 因此 在村里的温性和人缘是极高的 我请找 好 好 谢谢 杀呀 这是哪有几十年的 杀几十年的 杀一辈子了 那是 十五十年 杀的最多的时候 是在这个七一级年 那楼成员 那就是跑几十年楼 那杀十几楼 杨大珍今天来给姐姐帮忙 姐姐家今天要杀三婆猪 从大青岛要忙到下午 男人们负责杀猪 女人们要将分好的猪肉 秤松茧 全部腌制成腊肉 然后再准备一桌荤盛的杀猪宴 招待前来帮忙的亲戚朋友 腊肉的制作方法不算复杂 根据家人的口味 放各种调味 但盐是不可或缺的 有经验的主妇 能通过按摩 让盐粉迅速渗透至猪肉的 每一寸肌肤 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腌好的腊肉 可以在火房存放一到两年的时间 这种秦巴山区储存猪肉的方式 已经演变成了当地人依赖的口味 实际上 镇瓶的腊肉是非常著名的 每年会有上千吨的腊肉副食品 从镇瓶的腊肉工厂 远销全国各地 甚至东南亚 但是许多人依然认为 那些经过造火和岁月熏炒出的腊肉 才是真正来自大山深处的味道 当杀猪的工作接近尾声时 厨房内也飘出了饭菜的香味 新鲜的猪排骨 加上自家地理的萝卜 不用太讲究的工艺 就可以满屋飘香 用辣椒爆香 将瘦肉与芹菜在锅中快速翻炒 再用少许葱段和蒜片调味 直到香气四溢的炒瘦肉最受欢迎 杀猪宴上除了有鲜肉外 腊肉也是不能少的 但是投棉的腊肉 要想成为桌上的美味并不容易 旺盛的柴火能消灭腊肉表层的霉菌 并让肉质变得松软 烈焰中油脂从肉质中浸出 肉的本色慢慢呈现出来 经验告诉杨大珍 用桃米水能轻易刮去表层的残化 一块腊肉得以真正的苏醒 等待进一步绽放精彩 腊肉的吃法有很多 煮熟后的腊肉几乎和鲜肉的制作方法相同 可以和许多蔬菜混搭 然而在镇平当地 人们更偏爱这种砧板肉 将煮熟的腊肉直接切片 吃的就是这份原汁原味 荤素搭配 凉热结合 杀猪眼要十分丰盛 才能对得住亲戚朋友们的热心 分丁煮落座 一桌丰盛的杀猪眼在推杯换盏间 吃出了街坊邻里的香情 更吃出了生活的滋味 一年又要过去了 挂满的腊肉带给闪男人家富足和希望 这边是鸭子 离西安一百多公里的大立县 人们偏爱另一种美食 带瓣肘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 肉是很珍贵的食物 而肘子又属肉中的上品 因此在大立当地也有无肘不成习的说法 如今在大立县的红白喜事上 带瓣肘子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菜 但是在不少老大立人的记忆中 八十年代的大立饭店 才能做出这道菜最正宗的味道 这边吃 哎呀 昌爷 昌丁你好 他就是当年大立饭店的厨师长雷川海 九十年代饭店解体后 他带着半辈子的手艺干起了私营 今天他要教给徒弟小时的正是当年大立饭店的看家菜 大立带瓣肘子 正宗大立带瓣肘子的制作是极其复杂的 这个步骤看似简单 却考验着一个厨师的耐心和良心 一半肘子这道菜有皮有肉 一根细小的毛叉足以让人大跌眼睛 刚烧过的肘子表皮发硬 很难着手加工 用温水浸泡一会儿 既能使肉质回软 还能轻易刮去表层的碳化物 为了达到良好的外形效果 川海在加工的每个步骤都有不同的刀具 一个完整的肘子要被贴骨破开 这样能保证肉质更好的入味 将中间的大骨砍成三截 是为了方便之后的装碗塑形 这个粒 切个这 切个骨头 倒点 倒点 这个粒 对 从这个粒 骨头要肉划开 好了 修好的肘子要在开水中 卯成半熟 这种是没有 空闲的时间 川海和小时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块纱布 一会儿会有特殊的用途 调制酱料是川海的独门手艺 葱姜蒜切片 朝天椒切段 川海颠覆性的将传统做法中的酱油 改成了咸面酱 但是 面酱和豆腐乳的配比是至关重要的 经验告诉川海 腐乳汁更能提味 将猫好的肘子沿碗口削齐 这是决定菜行最关键的步骤 川海将事先准备好的纱布 摆在肘子上 再把酱料均匀地铺在上面 酱汁沿着纱布上的小孔渗入肉质 多余的杂质被滤了出来 在中国人的厨房中拥有太多的智慧 它变幻莫测 无处不在 人们在用味蕾品味美食的同时 对其余感官也很注重 美食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享受 其实大部分餐馆 早已舍弃了这种目龙争执的方式 更先进的厨房吹具可以省时省力 但是川海依然认为传统的工艺才能保证最正宗的口味 在三个小时的蒙火蒸之后 这道正宗的大力带瓣肘子终于可以上桌了 它绵软 酥赖 纯香四溢 配以白葱和面酱解密 正是许多老大力人 记忆中的味道 如今川海也办起了带瓣肘子工厂 可是复杂的传统工艺 并没有让它在诸多成熟的品牌中成为佼佼者 它时常还会去大力饭店的旧址看看 期待遇到过去这些老主妇 一起寒暄那些过往曾经的辉煌 陕北这片广袤的土地 曾经是许多游牧民族征战和居住的地方 这些历史原因深远地影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 例如陕北人爱吃羊肉并精于吃羊肉 在今天羊肉无疑是陕北地区 乃至陕西的一张美食名片 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更想了解这背后的风土人情 今天是周末 但是小李很早就起床了 他托人从老家恒山县双城乡 带来了一只羊 就在口那儿了就滚在那儿了 就就在了 这么多的羊肉 小李并非独自享用 约上亲朋好友将羊肉炖好后 各出各前按份分配 这有点像城里人说的AA制 恒山人把这种吃羊肉的方式叫做打拼火 山北人对羊肉的挑选都有自己的依靠 体重 年岁 肥瘦 公母 甚至可以精细到每块部位的形状 小李虽然只有25岁 但已经算是吃羊的行家了 这只羊有36斤重 以小李的经验判断有点偏大了 但好在还是一只公羊 恒山人认为公羊比母羊的肉质更加鲜美 而且没有让人反感的羊山味 这些羊杂可是难得的美味 不过前妻的清理是很辛苦的 小李的妻子要仔细讨喜五遍 家里的饭菜不管味道如何 起码卫生是最让人放心的 这种大骨头一段就可以了 把铃骨肉肉 小李家爱吃羊肉的程度 从最把伤痕累累的菜刀就能看出 看高手解羊是一种享受 借助简单的刀具 三下五除二 就将一只整羊按部位分成了小块 这需要对羊身上的筋络十分熟悉 更需要经验的积累 小李过去学过厨师 他的刀法属于中流 他总埋怨家里的条件有限 不能大展身手 妻子往往笑而不答 下午两点多 客人们陆续来了 而此时正好是羊杂出锅的时候 这锅羊心汤可是做羊杂碎最好的底样 小李将它小心翼地保留下来 客人们到齐后羊肉就要下锅 用冷水将羊肉煮开 漂去上面的浮沫 这个环节至关重要 炖羊肉最好用腌菜的大粒盐 今年即便容易入味 但是炖到后期就会发苦 羊肉拌熟后 就要加入各种调味品 香葱 姜片 辣椒 花椒 最后还要铺上几颗再生的香菜 在恒山吃炖羊肉 一定要配上当地的小米饭 据说小米饭能解腻 并且两者能结合出特别的香味 先将小米猫开 然后单湿分离 小米单独蒸至盛饭 而猫开的米汤就成了另一种流动的美味 屋子里飘着小米的芬芳和羊肉的鲜美 愈来愈浓 一盘蒜瓣羊鲜 是最完美的下酒菜 而女人和孩子们 这时会挤着一堆拉家长 陕北女子通常会跟随丈夫的大气豪迈 却也不失骨子里的心灵手巧 羊肉快出锅了 但此时还却最后一道至关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临出锅时撒上一座地角芽 这顿地角芽是当地特产的一种香料 据说对去除山味具有奇效 在过去没有封山静木时 羊子吃了山上的地角芽 肉质自然鲜美 现如今 羊子圈养吃不到杂草 人们就在烹饪时 将这种香料人为的添加进去 这也正是恒山炖羊肉 至今依然名声在外的秘密所在 美味终于要诞生了 接下来就是分肉的环节 分肉的精细程度 让许多外地人难以置信 但本地人绝对不会认为 这个举动破坏了彼此的感情 羊肉的味道自不用说 鲜美 醇厚 欲罢不能 这些迟早太过干涩 因为羊肉的滋味中包含了人的情感 现如今的打拼火 内容远大于形式 情谊之间怎会有绝对的公平呢 小李一整天的操劳 图的不就是亲戚朋友们相聚的 这份红火